舞狮是中国传统的民俗记忆 屏东乡村的客家人在过年期间 各村都有舞狮队在村内穿流不息的贺新年 为了承传这样的上舞精神 屏东县竹田国小成立舞狮队 希望能从小扎根保留老祖先留下的文化 博谷喧天喜气洋洋 三只色彩鲜艳的行狮 伸手俐落的舞动狮头和狮身 在传统的客家火房祝贺新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地下努力 在这个农历大年出狱的时候 我们竹田国小舞狮队 他们真的都有参加表演 受到乡亲非常热烈的喜欢 为了保留这项传统 国家级舞龙舞狮教练陈冠良 在教育局和学校支持下 传授舞师的技法 让小朋友能从小扎根 我们都是从最基本的动作来教他们 从不会到会 至少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也是要有耐心 还有爱心 还有一个信心 真的就是说 酸甜苦辣都在里面 把它们融合变成一个很 很团结一个团队 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工作 平常都怎么做练习 我都会在家里 敲桌子练习 当做是在玩就好了 当做是在玩 对 为什么 感觉这样比较轻松 比较不会怕 最困难的是什么 跳桌 因为跳上去的时候 桌子会摇 如果要克服的话 只要想象在地板上坐 没有想象 只要那个 就想象没有在桌子上就好了 看似简单的动作 对玩性还是很调皮的小学生来说 教练陈冠良希望能寓教如恶 无论动作是否到位 但过程中 教练的心理教导 早就已经让这群孩子 深刻自然地感受到 传统的美好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 陈敬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导 好像Promosa带您看见台湾的美好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